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就要來進一步探討 川普在上任之後會不會出賣烏克蘭的利益 然後以此方式炮製在台海問題上 首先我們要先從地緣政治上來看 俄污問題理應是歐盟各國要出最大的力量才對 結果反而是遠在將近快一萬多公里的美國 才出最大的力量,也出了最大的資金 而歐盟各國不是沒有能力 所以川普他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歐盟要在俄污問題上出最大的力量 且放給你們做要做到好 由你們歐盟來對付俄羅斯 我們美國跟日本、韓國、亞太地區 可以全力的對付中共國 我還沒可以發現 最近在匈牙利應該是11月6號還是7號召開的會議當中 歐盟主席公開表示說什麼呢? 歐盟未來將在美國新政府上任之後 考慮購買美國的天然氣等等資源 他反問歐盟自己 為什麼我們不購買自己盟友的資源 反而要購買更貴 而且會隨時被控制的俄羅斯天然氣等資源呢? 事實上川普在第一任總統就職期間就已經跑去歐洲跟歐盟開會講過這一點了 你們應該要防範俄羅斯啊 而且你們跟俄羅斯購買天然氣會助長他的極權會助長他們的經濟變相給他們經貿 以及你們也把自己的天然氣命脈掌握在俄國身上 而我們美國作為你們最大的盟友也給了你們幫助比俄羅斯還多 你們卻不跟我們買相對比俄羅斯更便宜的這個天然氣 你們為了左右逢源 為了讓美國知道歐盟不是所謂我的小弟 但我美國好像也不這麼認為是吧? 轉而去跟俄羅斯購買天然氣 實際上我們在歐盟有助軍來保護你們的安全 也會給你們先進的武器 而你們在北約的支出大部分都是我們美國支付的 我們美國支付了我們美國的總體GDP4%作為北約的費用 你們德國之類的卻只支付了自己國家的GDP1% 當然各國的體量不同 但這是比例的問題不是說出多出少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美國要花最多的錢去保護遠在歐洲的你們 而你們付的卻比我們少 這有點反客為主了對吧? 所以我們從這點可以發現 川普早在2018年就已經知道要防範俄羅斯了 結果歐盟很多國家當時為了兩邊壓寶 學國民黨那樣 結果把自己一部分經濟命脈、支援交到了極權國家手上 這導致俄烏戰爭爆發 至今歐盟一些國家支持的力度還不敢太大力 雖然是有漸漸的變大力 但是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兩年 確實出的力是比美國少非常多的 這竟然變成是美國的責任 而假如早在2018年歐盟多國決定 當時天然氣轉向跟美國購買 當俄烏戰爭來臨時 歐盟這些國家例如德國之類的 他們也不怕被俄羅斯談條件斬斷天然氣支援 是吧?他們可以更全力的去幫助烏克蘭 所以川普在這點外交上是還是比較遠見的 而現在這個歐盟主席也算是變相的在這個議題上與川普立場相近 這位歐盟主席就是今年5月份與習近平還有法國總統 在巴黎召開三邊會議的人物 他也是逼習近平要取消你們國內的電動車補助 然後產能過剩的賣來歐洲低價競爭 結果習近平执意否認才能過剩 以及不取消電動車補助的方案 這導致現在歐盟配合美國的政策 導致現在歐盟把不配合的中國電動車關稅 提高到了17-48%不等 根據每個中國廠商拿到的中國補助費用的不同 以及接不接受歐盟調查為前提去制定每個廠商到底要收多少關稅 所以才會出現了17-48%有將近30多%的落差的不等關稅 而川普說對中國平均徵收60%的關稅 與個別商品甚至到達了100-200%之間的關稅之外 也對全世界國家表示你們也要多收10%的關稅 當然這個就包含了歐盟、日韓、我們台灣 所以很多人又開始擔心了 美國是不是又要出賣全世界的利益 但這個事實上大家也不用過多擔心啦 我認為川普應該是把這個作為談判的條件 例如歐盟的例子可能是 你願不願意放棄跟俄羅斯購買天然氣 如果你願意反而轉向跟我們美國購買 而且你願意全力的幫助烏克蘭結束戰爭 並且歐問題全由交給你們歐盟來負責 我們美國可以全力的與日本還有台灣面對中國問題 那我這10%關稅可能就不收了 甚至說收個1、2%、3%這種象徵性的關稅 那台灣方面可能是什麼呢?你要提供我美國多少就業機會 是吧?你是不是在落後一代的晶片可以來我們美國多設查?諸如此類的 甚至你們自己要多付點國防預算來保護自己 沒有理由我們台灣自己作為中共最想要拿到的土地 結果反而是美國出力的比我們台灣自己還多 是吧?又跟歐盟一樣了 搞得美國國會比較像是台灣的國會 是吧?比台灣國會更團結更抗共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啦 其實很多台灣人還有那些歐盟的人啊 一直都把美國當作是 Sham!你美國要包容一切 要幫助我們弱小 因為你體量太大了 你要給我們更多的保護以及福利 不然我可能就把我自己的利益出賣給你討厭的對手囉 對吧? 我要把自己的身體賣給這個想要搶走我的人囉 然後讓你心碎囉 你要嗎?你要嗎? 給我多點福利啊 是吧? 不然我要變成他的人囉 頭腦不清楚是吧? 人家是幫你欸 然後你跑過去找胖虎 然後胖虎還是打你的那個 這沒有邏輯啊 這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從美國身上討好處 你們知道的嘛 他會給我他是好人 所以我要繼續騙好人 我要坑害好人嘛 當然啦 也有人說美國是最壞的美國很壞 那我就問為什麼 全世界的有錢人包含窮人都是往美國跑 為什麼中共官員的子女也往美國跑 美國對台灣軍演還是中共對台灣軍演 是吧? 這當然經濟問題我們等一下再講 所以為了從美國身上討到很多好處 反而去與惡魔交易 讓自己一部分的經濟命脈 被掌握到極權流氓國家手裡 結果你看最後玩火自焚 又要美國花大錢花心力的介入 調停 或者是讓出很多資源給你 這些是美國公民的納稅錢不是嗎? 是十幾二十年來美國付出的還不夠多嗎? 我們就說亞洲國家就好了 日本的經濟 韓國的經濟 台灣的經濟 乃至中國的經濟 菲律賓早年的快速經濟發展期 哪個不是靠美國發展的 哪個不是靠美國拉你進來玩的 哪個不是靠美國資金的 所以回到我剛剛那個問題 美國害了台灣什麼? 所以總結啊 烏克蘭問題 美國與歐盟達成共識之後 美國才可以更有心力的把資金還有軍力放在亞太上 尤其是台海還有兩韓問題上是吧? 那這也是川普的副總統強調的概念 並不是說我什麼事也不幹 川普一上台就撤離所有美軍或是美國支持烏克蘭的力度 然後把自己美國招牌給搞砸了 當然現在還沒有談 所以也不知道會怎麼談 但是退一萬步來說 如果川普是會讓普丁害怕的 即便是割讓了那些本來心就不像烏克蘭 並且認同自己是俄國人的那些烏克蘭人 那烏東地區被佔領的或是自願加入俄國的那些烏東地區 換來烏克蘭加入北約 或是換來烏克蘭可以擁有核武 而且是在美國的保障之下 割掉自己身上的毒瘤 你不割掉它可能還隨時會復發 是吧? 換來北約的保護 換來自己有核武器對俄羅斯的威脅 這不划算嗎? 當然我只是分析其中一個可能 但是我們分析一個事物要從一個前提出發 就是美國不可能無條件的讓烏克蘭讓步 烏克蘭就算失去一定的東西也會拿回一些東西 這是得到新的東西 更何況烏克蘭這種體量的 還可以跟軍事第二強國打成這個樣子已經非常厲害了 並且兩國的邊界是義馬平川喔 不是像台海隔一個海岸線 而且不是說所有的海岸線都可以登陸是吧? 所以我們台灣人現在以及未來該擔心的是什麼? 藍白為了打擊執政黨 如何削弱我們的防衛? 如何讓中央沒有錢? 如何不配合美國在亞太的政策? 如何散播以美論? 如何讓台灣人衰進中共? 如何利用文化語言相近的包裝去不信任美國 反而去信任一個誰是想併吞你的中共 因為咱們是同一個文化圈咱們都講中文是吧? 就類似這樣的理論嘛 這個已經是現在進行事了 美國自己也知道台灣有作亂黨 有叛徒黨 我在美國國會的時候 美國有一些來參加的參眾議員 還有一些智庫 你知道在民主國家 政府是要聽智庫的 跟中國不一樣 中國是智庫、智囊團 要專家學者要聽中共國的 而來參與會議的美國人 是專門對中政策的 也有人的中文講得很溜 還會跟我們討論儒家思想的問題 而且是用中文跟我們探討 我認為已經比非常多台灣人 還理解中共以及中國文化 不少人也在噴國民黨 非常的搞笑 真的 我聽到說覺得是蠻羞愧的 雖然我不認同國民黨 但起碼國民黨現在代表不噴的台灣 國民黨你是中共國的立委執政黨 是吧 這是美國人講的 我真的覺得很羞恥耶 影片的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關於習近平喪權的問題 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中國不僅推出了 習近平他老爸 個人崇拜的連續劇 西北歲月上線之外 像是古代的開國皇帝啊 等到他的政權穩定之後 其中要幹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寫自己老爸的回憶錄 以及封號自己老爸的名義 把自己老爸寫這個什麼 沐志明寫的這個豐功偉業 寫他個人傳記 對吧 這不就是習近平現在正在幹的事情嗎? 除此之外 在習月七號 中國新聞特別獎 竟然是頒給新華社製作的新聞 標題叫做 習近平全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第二個得獎的新聞叫做 增強實現中華民族為大復興的力量 第三個得獎的新聞叫做 東部戰區組織環台島戰警被巡河 歷劍演習 第四個得獎的新聞叫做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進行中美元首會舞 是不是非常搞笑? 所以跟我先前推測的 溫家寶等人的付出啊 掌握了一部分中國經濟決策的走向 並不是習近平被奪走了一部分的權力 而是習近平被玩爛了 放給那些元老做 如果習近平權力真的喪失了一部分 元老會讓他推出老爸個人崇拜? 元老會讓他做一些新聞講 都是你習近平個人崇拜 你習近平做的政策而得的獎? 並不會吧 是吧? 而下週習近平將與拜登在南美洲會面 順便聊一些中美問題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習近平是怎麼應對 這個政權過渡的期間吧 再來看看明年習近平會不會得新文獎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博星星 一連貓瘋子 我是爸好 下次見啦 拜!